六祖谈经 六祖谈经 它不是讲外面的事情 外面的世界是世间法 所以我们今天既然回归自性 自性要起妙用 不是第六诗第七诗的心 妄心也本集 我们就是臭用心 要回归自性的本心本性 就是六祖谈经讲的 兵心渐行 所以不是本心写法无疑 如果你不了解我们有一个本心本心 一切都是外道 什么叫做外道 戏论不能了生死 顶多是福报而已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那一段 善知识 世界虚空 能看万物色象 入月星辰 山河大地 全年虚见草木叢林 恶人 善人 恶法 善法 天堂第一 一切大海西迷诸山 总在空中 是不是讲世间法 是不是讲世间法 但是我在黑板写的这个是什么法 信法 听懂不懂医生 所以一切的外界的境界 在我的心中里面 这些东西是我的影像而已 这个听懂不懂 你才了解有家大师的正道故事 在讲什么东西 讲我们的本心本心 那个大言禁止啊 心禁不明 我们是要睡到我们心中的东西 心笑 他也说心有明天 心是葡萄酒 这都对啊 但是世时睡觉睡觉 对不对 那些影像你怎么差 世间法讲可以 明心见性 他除我心中的影像而已 镜中花水中叶 你差什么 所以修道是一尘不燃啊 还是什么 还是无尘可燃 一尘不燃是不究竟的啦 所以为什么诸法如幻 是不是诸法如梦 亦如幻化 妄心本极 沉静本空呢 他不是讲没有呢 他是讲幻象 所以金刚经也不是讲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的嘛 若见诸相 灰相 灰相就是幻象了 你当下见如来 金刚经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啊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入意如电 英咒如是什么 管 管就是物啊 他没有叫你修呢 所以前面一段有在讲啊 银河为人眼说 不取一向 如如不动 你看 波罗的智慧现前喔 他才告诉你 最后的结是什么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入意如电 英作诸书官啊 所以金刚经所讲的 就是呢 英无所住而生其心啊 那个心才是心如灵进来啊 你懂不懂 所以我们今天一换道的心话 就讲这个 你才有宝贵啊 这就是 美无胸心情的美妙法 百千万劫然遭遇啊 无今见人得受处 愿解如来 就是智慧 真实义啊 你不见如来的智慧 你怎么了生死 你怎么了生死 我们足足外境才有生死啊 因为外境它是有生命的 包括你的身体是不是有生死 所以有生死一定有生命 因为有生命是有为法 可是修行又不能够离开这个生命 所以要借假修真啊 不是说不要啦 而不是什么 不能贪着不能执着不能分别 问题在这边而已 所以说我们要放下不是放弃 心静明见又无碍啊 所以扩兰迎境再扩兰都很广大无边啊 但是近日你自己清静啊 迎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显现在境中里面 周沙界三千大千四界都不离这个方寸啊 万象深楼 刚才讲的是不是万象深楼 是不是影线中 是不是像影线一样 在你的心里面是不是像影像一样 你外面的境界哪一样入你的心 这个逻辑推理就知道了 你只是留个影像而已 你去哪里游玩去看东西 有什么东西进入你的脈筋里面 脈筋里面 脈筋看影光疏疼 六根接触六根不是眼影吗 可是你当真 第六四第七四 就是认为这是真的啦 才冤枉 一颗颜光灰内外 你看外在的东西进入你内在都是影像 外在的东西你认为真实的 这不是有违法 外面的东西是真的有违法 这个是有真实这个东西啊 它也是有生命的哦 一般人是不是认为是个外在的这个 但是讲心法 外在的延期 会变成你内在的延期呢 这有一个外延期一个内延期呢 我们心法是讲这个 外在的一切进入你心中的话的延期 是影像而已 言生言美 不是除有故鄙有 除无故鄙无吗 是讲这个阴言法 所以阴言守生法 我说即是空 所以道干经里面才讲 建言起 即见法 建法 即见活 活法就是讲言起法 讲言生记 讲言起 但是心法所讲的是什么 去讲我们的内言起 但是也不离外言起 没有外在的东西 会变成你心中影像吗 所以外言跟内言它也是一样 可是不只能足足外境 我们讲心法 一切都是你唯心照啊 所以若人欲了之三世欲切我 因观法界性 入本心 一切唯心照 你见到言起的当下 是假的真的 言起信空 所以你看众生 众生 企会众生 世民众生 众元合而生 它是言起的东西 言起的东西 是不是有元生有元媚 众元合而生 众元一善救命 所以言起包括元生 包括元媚 言起的东西都是有生命 有生命的 当然不是真的 它不是永恒的啦 它是会变的啦 当下你极见法呢 法就是法生 所以你这个言起完 是不是助性变的啦 法就是你的法生 就是你的自性 所以以前有没有先 我开撒也要讲的一篇话 一篇讯文 法生助受勿他赖 在宣洁合成正几重 法生都是有啊 可是为什么 你没有办法见见 你个人的问题啊 所以你见一个当下 你就见到法生啊 法生不是你的佛啊 所以你当下会论悟是这样 你入新法助理的本心 你就见见了 就在当下而已呢 一念之间而已呢 所以修造是在转念而已呢 见地问题而已呢 三大阿生提解释 是燕王呢 见地抽 一足往外找 那就是你的习性啊 所以我们要什么 生处变熟 熟处变生 我们过去的熟处是什么 认得世界法是真的 认得个身体是我 可是真的要 这个是颠倒想啊 所以我们今天求到诸佛里面 我们才晓得啊 还所有相结束希望 我们要彻底的把我质破掉 我质一破掉 我质一破掉 我像就没有了 我像 人像众生像也就没有了 我像 人像众生像也是假的 可是我们走向 第一个看不开的就是有一个我 可是经典告诉我们 一切法本无我 不但是人无我 法也无我 我族法族通通没有 回归你的自性 那个不用修呢 只要见地对的话 我告诉你 习性助然改变 所以为什么要不断地听经文化 为什么讲空性 讲空 无声 讲无恶 讲什么 无自性 告诉我们 我们的心的本能就是这个样子 他能生文化 不过都不是真的 所以不要执着有余 不要执着空 一切都是你心中的影像 你执着干什么 我们一切的打拼不是外在的 为着外在这个东西 要能够得到你需要的吗 是不是 结果都是你心中的影像 我们是为着这个在造业 为着这个身柔万象的外在 要有手求 是你的忘恋 你的忘恋本来是假的 所以你求的东西也是假的 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这个冤枉可怜啊 一直造业 众生的 这个生死的沉沦 就是因为什么 无名 所以我们今天一直 告诉我们要修行 要正知正见 就是修造 为什么要说我们修造 要断诈问去吗 为什么要正法 所以我们修行里面就是 你要有如来上街 如来的功德力 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就是你不回归自性 你怎么有办法 对不对 大家都有啊 可是你不晓得 众生奔我一体的 你怎么想度化众生 度化众生 是菩萨的责任 你不度化众生的话 你不化菩提心的话 我告诉你 你如来的功德力 无法显现 所以那个德 才是真的德 是 这样有没有听懂 好 我们在下面接这一句 善知识 自性能含万法是大 你看 我们的自性就是 可以善万法 万法更多 万法是讲一切法 一切法都在什么 我的自性当中啊 你看自性大不大 所以模糊这个自性 就是我们的本性 所以我们本性的女孩 更是模糊 这个是我们的体验 所以我们的自性是什么 近虚空骗法界 所以自性能含万法 所以 这是自性能生万法的意思 所以自性能含万万 才刚才我们这句话 万象生活影现中 一颗眼光归内外 我要请问大家 自性在你的身体里面吗 自性在你的身体里面对不对 是不是 是喔 在你里面吗 还是在你的外面 其实来我都不对 它是心包胎心 你在里面是执着你 你自己有这个身体在里面 其实你没有这个身体之后 有没有内外 没有啦 所以都是破我们的执着啊 它去骗你一切处 对不对 所以修道要悟啊 你看到经典才是标准啊 所以自性能含万法 万法更多 因为没有离开自性 因为自性多大 自性能含万法 万法在知人性中 你看看 万法唯一就是这个道理啊 一就是自性啊 所以一切万法都不离自性 自性能含万法 万法在所有的人性当中 所以若见一切人 一切人 恶之以善啊 尽皆不起不舍 所以我们的万法啊 都不理会我们的自性 善人跟恶人有没有离开他的自性 没有啊 所以自性来讲啊 进阶不起不舍 所以这就是你跟我们说啊 我们的心就是造一个东西的同样啊 你用什么来造 它就显出什么 是不是 它的功能就是什么 它没说什么 大便来它不造啊 黄金来才造 它有没有爱 善人恶人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也同样 不要分别心啦 先人也要多 恶人也要多啦 因为大家都有自性 他的恶的话 恶跟善是恶元 善跟恶是恶元对立耶 自性是什么 不失善不失 这个听懂了 所以自性 不失善不失 善人恶人啊 敬皆不起不舍 所以这个不起不舍 你要晓得哦 活法就是不起不舍 以敬主来讲 以自性来讲 它是一面敬主 显现的功能就是 像敬主一样能够起妙用啊 什么叫做不起 那什么叫做不起 不起不舍 它是平等心啊 平等心 脑后会不会起作用 脑后会不会起作用 脑后是讲自性 会不会起妙用 会不会 会不会啊 脑后都不会起作用 我刚才讲的它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真如 一个是因缘生命门 模糊是讲本体 不过意道缘合会起作用 不然的话万法从哪里来 万法 住性能安万法 万法不是它的作用吗 所以说 为什么讲不起 不起就是什么 因为模糊会起作用 会起一切法 所以讲什么 不断啊 甚至不能断 自性的功能法和如是 主情本来的主主言人也这样 所以你要断什么 可是所声称的万法是不是假象 所以也什么 不起啊 听懂不懂 能生万法当然不能断 刚才跟你讲的 是不能断念头 这不问题是什么 我们足足一切法 那是病啊 是不是自性能生一切法 是不是自然现象 问题是我们足足在法 可是自性能生万法是自然现象 法而如是啊 请问大家 是断念头还是要断法还是要除病 因为我们眼睛有病了 看到空中有花 空中看到有花的话 需要除空中的花 还是你眼睛有毛病 要看医生 像你眼睛有回纹症 日常有蚊子飞来飞去 你去看医生说 医生啊 这个蚊子有 这个眼睛里有蚊子里面飞来飞去 麻烦你把蚊子拿掉 所以我们说自性能生万法 是法而之事 所以说自性能含万法 自性能够起作用吗 你能够断吗 所以修行为什么讲不能断念头 不能执着空 因为如果你只是谋合而已的话 就是空 本质清净 本不生命啊 可是你不能足足这个样子 他是真空不爱妙有 妙有不爱真空 你讲真空也不对 你讲妙有也不对 空有不恶 所以说我们自性能含万法 就是说这个自然现象啊 他能生万法 所以不能断 可是万法他以自性来讲 他是什么 他也是什么 还所有相接受希望的 所以我们也不取啊 这个就是说 入我们本心的话 回归自性的当下 我们的做法都是不取也不舍 就是平常心 平等心啊 所以你不回归自性 就像静主一样 静主有没有平等 平等啊 那我们在这里分贵贱 分什么高低分 这个有善恶是非好坏 我们人柔在四天法里讲 有善恶是非好坏 才产生什么 深爱奇舍 而有的这种忧悲苦恼 是不是足足外境里面是分别的 可是我平等心就不分别了 一切万法进入我的自性里面 是不是深楼万象影现中 那不是平等吗 所以说 他的进阶不起不舍 就是平等心 自性就是平等心 不管你闲的后悔的心 就像我进入我的静主里面 我都平等的对待 一样啊 静主就是这样的功能 一不染灼 也不会受他影响 不会被万法所影响 而且分别心 不会啊 不会 也不染灼 心如虚空 心如虚空 就像虚空一样 就像这样 静子一样啊 明知为大 这就是你说模糊 所以自性能含万法 一切我进入我这个模糊的自性的体里面 就是什么 他是假相而言 所以说我不会被染灼 他是假的啦 他不是真的 所以说他这个当中里面 他讲什么呢 不染灼 心如虚空 明知为大 故意模糊 所以我们的自性能含万法 所以一切我都没有离开我们的自性 你说多大 模糊就有多大了 所以我们真的 模糊会不会灼近 模糊是讲自性吗 是不是平等 不急也不舍 到底是什么在灼近 什么在灼近 独境是 什么在独境的 什么心在灼近 忘心 模糊不会灼近 是忘心在灼近 是意识心在灼近 这个要听清楚 可是一切万法 虽然是忘心 你会执着 可是也没有离开自性 所以我们对外境里面 会不会分别他 执着他 会不会起贪真吃 会 环乎众生会 可是活法最后讲到 淫怒吃贪真吃 他也是活性 回归自性里面 善人恶人都一样 所以说一切法都没有离开自性 都没有离开这个模糊 所以修行里面 他的广大 自性的广大就是这个样的 所以一切法都逃不过我的模糊自性 都是你的自性变现的 所以告诉我们 但你以后要到哪一道都是你的心在变现的 你要注意喔 我们一观度不是 每一观都会生度 没错 问题不知道要对一度 你是用万心 如果一切法都是没有离开模糊 没有错 可是你模糊起作用于是真心 真心就是看见这个影像 可是你如果真心在显现的当下 如果又产一个妄心 产生一个妄心在足足外境的话 那就变成环虎了 如果能够了解 一切都是我心中的影像 那当下就回归自性 不受影响 这才是圣人的境界 所以他看到的外边的境界 他是什么 刚才讲的前面前一讲讲的是什么 他看到的所有色列 欢呼众生 佛菩萨 修行人 他看到的是什么 色运 一切都是影像 那不是有影响 所以你将来到哪一道 你要到净土 你那个当下 如果看外界都是影像的话 你就会一生心会出现 如果你是用第七世 第六世的 用阿赖耶士的妄心 你当下死了就变成灵魂了 就是中阴身一静一静六道轮回去 这个是一恋之差 所以修行一恋 为什么要说老祖师说 恋头恋头要老把住 狗欲失职恨万年 我们有一个魔后自性不知道 起作用的话 我们再另外起了一个妄心 就是有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其实都了不可得 连心 我们现在的心 连真心 以住心来讲都不存在 一真才一切真 我们要回归一真 只有真如住心才真的 其他都假的了 所以修行要这样 所以这个魔后要会用 所以我们很伟大 我们今天直走 我们用第六世 第七世 变成有限度的 直走比有限度的一个空间 魔后是大而无外的 可是你不会用 你只会用到六道轮回的空间去 它可以超乎六道 为什么你不用 这是人的没有智慧 所以你看那三十系念里面 有一句话 这是三十系念里面 中文国主讲的 三十不是说一几点三点正 不是 时时刻刻 因为印度那时候有三十 跟这一本 中国有说六十 系念你的自信 恋恋不离自信 这是魔后的自信 一切万老不离自信 你不要在万法里面做文章 所以三十系念告诉我们 十万一成不格成 我们说西风十万被行律 离我们这个蓝园湖地的西方面的十万列个福国土 是不是有一个西风交入世界 所以你如果都是一直在外在求 外在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 我告诉你 你永远找不到 但是有没有这个世界 你永远找不到 当下没有离开你的心 心静则火土静 千万不要往外找 所有的外在都是你内在 十万一成不格成 不格成 好像十万一成 看着是不格成 沉着是 是不是很沉啊 一点点啊 根本都没有离开当下 所以不能说通啊通啊 你的恋头的当下 你要变什么就到哪里去了 西天随眼请客到 十万被行律 马上到 有没有这种攻击 那你要说有 我们这个世间法的 有什么交通攻击啊 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啊 一旧马上到了 有没有这种攻击 那有你带着我看看 没有啦 但是回归自信 都没有离开我这一点心耶 都没有离开我的魔后耶 所以为什么说宇宙万化在长啊 那你玉山里面有保持有没有 有印皆空耶 所以变现没有离开这些 大手印就是你说这啦 持万余成它是不格成 成了也可以说念头 修将迷雾自书亲 你不能将你买到五中间 你把分作说金啊方 买的心十万八成利啦 所以迷雾才有 书就是圆啊 亲就是近啊 远近是不是迷雾来的啦 后来的心就说 这十万八成利亡呢 那如果离通达 我跟你说 你在练阿弥陀佛 你迷一句阿弥陀佛来的心 你迷你自己啊 你迷那你开始去世音教徒世界 是练你的心耶 清静当下这是希望正土 我们有一句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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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心情不顿路 一直往外跑 我跟你说 你对自己的心都同样 这是找到你的心情沿头 你诚心报首就对了啦 所以二十二代主讲的那句 这句阿弥陀佛很有道理喔 心随万静转 转次时能优 我们心情每天随万静转 我们的心每天都没有随万静转 每天都在面对这个境界 不同的境界出现 我们的心也跟着它转变 是不是心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心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心随万静转 我们的心都在面对外境 但是转处时能有 不要被外境所干扰 随流任德性 无喜亦无忧 这心境很重要啊 常静常静常静静啊 淋淋雄清静 天地息皆归 天地进入我的自性里面 也是影像而已的 修将迷雾注视亲 刹那炼净成哨 刹那的念头呢 一坛子之间六十个刹那 一刹那九百个生命 六十个刹那一坛子多少 这还算是圣公秀的呢 在菩萨处太经里面啊 色彩有做梦的我们理念菩萨 他是维世谁的专家 一念当中还有很多的细念哦 所以一念当中里面有多少个细念 三十个恶意的百千念 三百二十兆啦 你不知道而已 你的念头一直都在动呢 叉啦叉啦在生命呢 你不知道而已啊 你感觉说 没有啊 我都没在想当太猜 那个细微的念 我告诉你 我们是无知的啦 所以我们就一直一直念头 一直这样 所以我们得这个境里面 一切法都是我们的念头 这样形成的呢 所以那个菩萨的处太经才讲 念念成形啊 行皆有数 都是你的意识性变现的 哪一样是真的 所以刹那念进沉沙佛呢 沉沙佛有多少的佛 不得了呢 沉沙佛呢 在疑念当中里面 我色索 我怎么就意外 一切佛都没有离开我的念头的当下 所以想到这个念头 心念重要不重要 你如果向我找到里面找不到 回归自性 本心本性就对了 所以刹那念进沉沙佛呢 这样的话 你是莲花狗里人 在一起去解莲花 所以持莲花 莲花是出于污泥而不然 心静活土静啊 所以说 善之士 自性能含万法是大 万法在之人性中 若见一切人 恶之以善 尽皆不起不舍 夜不染灼 心如虚空 明珠为大 所以我们的主性就是什么 真的 能含万法 一切都是能够包容在自性里面 没有离开我们的自性 所以我们的自性就是模糊 他提的是这个样子 那下面又讲一句了 善之士啊 迷人口说 自责心情 又有迷人空心静坐 百无所思 自称为大 此一辈人不可以为邪见故 修行里面怕的就是你的谁知谁见 我们正在讲六主谈经 就是要正知正见 正知正见就是入本心 佛经讲的入法界 其实我们的自性没有离开我们的 常自在 可是你不知道而已啊 所以善之士啊 迷人口说 迷人口说啊 嘴巴会讲 实际上 心里有没有转念 最只要是 口说心不行啊 所以迷人口说啊 自责是要心行啊 所以都说心哦 心地上下公佛 所以人们说登地登地啊 登地就是入心地 入地 入地的菩萨 开悟哦 超凡主圣 所以显地一些迷人口说 迷的人是嘴巴在说 所以我们当然也不能不借着文字这样说了 可是我们也知道 心醉的口说是要给你们 去从心地上去顿路 所以不过迷人只是口说啊 可是智者要心行啊 又有迷人空心静坐 百无所输 所以六祖又特别交代 我们在打造论 有很多人就是说 康心静坐 你静坐的心 心棒和康都不要抹背心 百无所思 自称为大 他就自己认为说 啊 自以为是 很了不起咯 此一辈人 不可遗 这些人 你没有办法跟他论这个法义 因为他的刺激是这样的 邪见的原因 所以喔 康心静坐是刺激的 所以你可见喔 什么叫做 走到旁门 不是做不好的事情啊 不是世间法做不好的事情 是说他是 我祖人明心见证 没有办法了生死 这就是邪见 所以修行最后是这样啊 百无所思 所以打造的话 要不要有念头 也是要 可是要有正念 只是你念头起来的话 可以啊 晓得这个念头是假的 不要被干扰就好 因为人不可能没有思想 不可能没有念头 不可能 只是你打造的当下 你晓得不要被念头牵着走 这个才是真的打造的意义啊 要放下 不要执着这个念头 所以最怕的是空心静坐 然后才会被摇造的那些人 在那些人的心静坐 那些人都会有了解 命用便知一切 一切即一 依即一切 气来自有心体无智 即是般若 这个现在再过来你说这个 起作用就是般若 起作用就是般若 本来自性的体育叫做模糊 它叫做大 因为能含万华 所以善知是心量广大 本来自性就是模糊 可是一道圆的话 起作用就变心 起作用的心量是广大 所以起妙用 妙用就广大无边 所以刚才讲自性的体育 它是什么 清静的 是本来无有的 是没有形象的 可是起妙用有没有 有啦 就是真空不爱妙有 妙有多大 心量广大 一道圆 可以说起私粮的话 就广大无边 而且它是遍周法界 所以心第一个作用是什么 一尘普周片 所以心量广大 遍周法界 所以这里我们所要讲的是什么 它讲的 讲法界 心就是法界 一切为心照 所以我们的心是什么 遍周法界 所以我们晓得 众生都晓得住在世界 可是开入的人 我们的心是常住法界 法界心就是你的真心 法界是入你的本心 所以心量广大 遍周法界 用即寥寥分明 所以 住性起妙用 是不是寥寥分明 像静止一样 应用变知一切 你用的话 就晓得一切寥寥分明 一切即一 一切法是不是从一变现的 一切是 一切法是妙用 一就是体 一切就是体 一切就是一 一切法都没有离开你的自性 一即一切 自性能含万法 所以一切 一切中之一 一中之一切 这个是法言经所讲的 所以一跟一切是无碍的 所以不然的话 宿天法跟一跟一切 是不同的 入法界来讲 一就是一切 一切就是一 一即多多即一的意思 这个入法界 入法界就是 入回回归我们的本性 就是回归我们的心 心起妙用 这个就是不思义 所以我们说 不思义的法门 不思义是指什么境界 入本心才就是不思义 不可思义 一切法都没有离开我的自性 那不是不思义吗 所以不思义的境界 是超乎时间跟空间 一万节 也在一念之间 时间来讲 没有差别 回归自性没有时间的差别 一万节也是一念 也没有空间大小的区别 西弥山 可以放入一个戒指里面 就是一个戒指里面 西弥山 西弥山是不是很高 可以呢 可以什么 可以入一戒指呢 一戒指能够含西弥山呢 所以说 他是超越时空的 这个才叫不思义 唯谋结经有一个不思义品 它不是讲法界的事情 它是讲 回归本心的境界 不可思义 这就妙有 它无碍啊 所以你的心可以想东想西 你的心当下可以去哪里呢 这个就是义生心 它超越了 你有什么厌力 你到哪里就哪里去啊 所以片桌法界 用极了了分明 心体无知 一切极一 一极一切 气来自有啊 没有障碍呢 这个不是讲外在 是心里 是讲你的本心的境界 通达无碍 一切都是你心中的影像啊 所以说气来自由心体无知 你的心根本不受障碍 所以心有无碍的本质啊 所以这个当中极是般若 心有无碍的本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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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什么就有什么 这个不是讲外边的事情 所有的境界 静人的心里面 只是你心中的什么 犯领而已啊 你可以来气智子 你可以想什么就有什么 就是由你的心变现 就是出生无尽 一尘普周法界 又能够出生无尽 变化无穷 你要变什么就变什么 你要到哪一道去就变哪一道去 这是你的心变现的 无碍啊 随顺众生 所以说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我们最后来引这个 因为我们讲 大家都认为说 这个外边的境界是真的嘛 其实呢 大圣经典都告诉我们 回归自信 一切的外在啊 都是如梦幻泡影的 所以说 最后我候写来引这个 《法言经》 有一个成就世界品里面 有一句话 这句话也跟我们大家来 互相的来鼓励了 他讲什么呢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 心量广大片周法界 用极了了分明应用便知一切 一切极一极一切 气来自由心体无智 极是般若 般若就是晓得那诸法界 般若是讲空性 这个才是般若的智慧 智性奇妙用 但是我们有这个般若的妙用 晓得诸法即空 这一句话 这个是《法言经》成就世界品里面的一句话 他说诸佛菩萨大神通 诸佛菩萨是讲 有没有神通 是不是我们的智慧能够奇妙用 那个才是神通啊 眼睛能看耳朵能听嘴巴能长 这个才是神通 所以六祖禅经都不是讲那个外在的东西 讲我们的六根接触六存的当下 一切都是我们的心变现的 所以不要求外在的 从心理上的理念去改变 所以诸佛菩萨有大神通啊 比如舟纳西龙线 比如舟纳是谁 你的本性在比如舟纳佛 文师是不是智慧 普贤是不是行 文师智普贤行 解行相应 成就比如舟纳佛 所以佛祖比如舟纳 旁边就是有一尊文书菩萨 那一尊什么 普贤菩萨 一个说地位 一个说什么 说普贤行 你没有智慧的话 你去行规定普贤行 文师共普贤 成就比如舟纳 比如舟纳能献 比如舟纳就是 我们的模糊自信 就是大日如来 骗一切处的意思 所以我们的主佛菩萨 都有内地有一个比如舟纳佛的自信 它能够显现一切法 这个世界也是它变现的啦 你不要去改变这个世界 有没有听懂 我们今天讲的不是外在 活法是讲回归我们的自信 比如舟纳新能献 这个神通 大神通 所以我们的自信的神通 所以说不是外在的什么神通 入心 入回归自信里面 自然就有神通 那是不可思议的 一切广大之差土 所有这些广大的差土啊 诸佛的差土 佛陀啦 是假的真的 所谓的净土是假的真的啦 也假的呢 我们跟这个世界一样啊 也是有什么苗啦 什么树木在讲活 那个也是假啦 那也是 看这个什么 阿弥陀佛西方教 也是阿弥陀佛 看得艳丽的变现 去到那儿让你比较好收音而已 那我们不是究竟 你怎么要下去度重生呢 所以一切广大之大就是 如饮如患 亦如愿啦 愿我们听懂吗 阳愿啦 像我们夏天很热心 甚至感觉有水蒸起来 我们感觉有水啊 这个都是什么 这个都是食言生计啦 大入经里面食言生计的就是说 阳宴啦 玄火轮啦 钱踏婆啦 镜中花水中月啦 这个广大猪刹土啦 不要说这个世界 连西方井头来是 如影如患 亦如燕啦 十方不见所重生哦 那看的时候呢 十方啊 就骗你确住吗 但是这些境界的时候呢 不见所重生呢 这些一切生的外星 请问你等会来 等会来啦 所以为什么跟你说 我们的主性就是什么 它有一种本来是真如门啦 再过来就是因缘生命 它随着缘会奇妙用啊 所以一切法 主性能神认法 也要靠因缘耶 所以众生有感 佛菩萨才应啦 它会自动去的啦 所以喔 那一切法的这个中间 这个一切法 也是一种缘合合而生 种缘合合而生 一种缘合合而生 一种缘合合而生 你像我们点一下火就在 把火点燃啦 火怎么来 火你给我问 那个火点燃 火怎么来 火你给它问我 请问你 火又到哪里去 人家告诉我 你这份很烦 烦烈团队来 你现在没烦烈 你烦烈团队去 烦恼也本无生耶 他没有来处没有气处 你跟他说一旦对来 他就因缘合合 因缘合合 他生出来了 没有一个来处喔 你甘烈 他说没去 熄去里面 你也别晓得他去哪里去啊 他也没有来去啦 十方不见所从生 不见他是从哪里的 生出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如来是讲什么 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啊 没来没去就是亦啦 那如果有来无去 我跟你说放心啦 十方不见所从生的 一切法来的心 就不知道说他是担对来的 住生 因缘他就生出来 因缘咕咎他就生出来 以后这个因缘 离善的心 这个东西就没有了 所以说十方不见所从生 亦复无来无去处 你看看 不怪广青老人说 没来没去 没来 有来去就是他 有生命有生死啦 以自信来讲没有生死啊 所以自信一道远的话变心 如果晓得影像的话不理他 当下回归自信 如果你执着他 就绝对什么 有分别的话 有执着的话 一定有生命 忘心就出来了 所以一切都违心造 六多轮回是忘心啦 回归自信 也是回归真心仁义啦 忘心也没有来去呢 有来去是告诉我们也是假的啦 可这事项上有来去啊 所以亦复无来无去处呢 坏灭生成复行复 所以我们不是说成处坏空吗 生处亦灭吗 这个在生成 从坏灭又生成 生成又坏灭 是不是复行复 复章在行团 又一再的轮回 我们的生死轮回也是这样来的呢 我们的这个世界那种就是这样啊 你这个 这个团队 你又去另外百个世界 是不是 亦西空中复 西空是代表我们的自信 变现的东西里面 西泛而已啊 但是都没有天群在这边 有 有转意 没有一丝小群天群 我们的 渐渐说休日不 一直在变化 所以不晓得放下 就只有这样而已啊 可是 演冤王啊 一切都是假的 所以变现的东西啊 来来七次你看看 如饮如患 亦如厌啊 哪样是真的 可是我们到现在还放不下 所以修行是叫你不要接着 要放下而已 啊你说简单不简单吗 很简单嘛 啊说不简单不简单吗 有啊 六万五年来又又没法 那为什么一直要听见文化 为什么要如是我闻 修得为什么一直跟你说不用修 这个是很多人排斥的话 因为跟你说凡手有这样接受希望的 你修什么 关键在见地跟智慧啦 所以为什么要时常听见文化 晓得这个是假的 可是我们有责任 还要借这个假的身心去告诉这个众生 一切法都是假的 叫它醒过来而已啦 但是修也可以啦 修你的习性 把过际的观念把它转变过来 这样而已 不然你修什么 你烦恼就不能 你修什么 所以说修行里面断烦恼 对不对 烦恼都是空的 你要断什么 转练就好 所以很多位 其实六祖团经里面 一个核心就是讲这个 我请问大家一句话 新经两百六十个字对不对 是不是讲一个字而已 讲哪一个 是 说心而已啦 所以今天说到那么多也在说心 竟然又说到那么多 都没有离开这个核心 心外 像话说什么 外道 回归自信 诚心报所 得一善则全全福音 终身福尸 这样叫做修世显倒 然后呢 保持这个观念 来度化众众 所以度化众生的原因 用什么度 正念 正念来度众生的烦恼 不然你怎么度化众生 你今天没有如来的功德力 你今天没有求到不识本心 你没有办法回归正念 正念是什么 正念就是不生不灭的自信 我们要守不善者不生 善法不灭 这个才是不生不灭 这个维摩节讲的哦 不如法的不要入心 入本心的话 要把它保守住 修到里面呢 就是呢 诚心保守 守住你这一颗心 当下就没有离开这个 好了差不多也十一点半了 我单入很多的时间 很抱歉 谢谢大家